今天我们来到了航行灯医院 在坐在我身边的是 航行灯医院的肿瘤外科医师 也就是乳房外科手术的医师 沈宝林沈医师 在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如果今天有一个已经发现了 乳房有硬块的患者 想要来到了航行灯医院 会有什么样的步骤是需要经过的 沈医师麻烦告诉我们所有天下卫视的观众朋友 如果今天已经自我检查出来 觉得乳房里面是有硬块的时候 第一步应该是怎么做的 第一就是不要怕 因为大部分妇女自我检查的肿瘤 是凉性的 但是应该立刻跟你医生讲 然后医生应该会送你到这个萤幕中心 我们在沈宁城市 沈宁城 Hill乳房萤幕中心 来照乳线X关mammogram mammogram要是没有造出什么问题 通常还要再照超音波 因为有时候乳房密度高的话 mammogram可能不这么敏感 但是有肿瘤 那我们一定要确定没有问题 所以乳线X关mammogram 然后再照超音波 超音波可以开始分配是良性还是恶性 要是是良性的样子 那根本就不需要再继续诊断 要是有恶性的 怀疑有恶性的问题 我们会立刻把你同时做穿刺 那我们知道要是做穿刺以后 每个妇女都是很紧张 所以立刻希望有这个消息 所以我们通常是24小时以内就有答案了 穿刺的结果就会出来了 告诉这个妇女呢 这个肿瘤到底是良性或是恶性的 对 如果是良性的当然大家就安心了 对不对 可是那如果是恶性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 恶性的话通常下一步是去看这个外科医生 像我是个乳癌外科医生 外科医生会跟你谈一下这个乳癌的治疗的过程 乳癌治疗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局部治疗 一部分是系统性治疗 局部治疗是手术和电疗 系统性就是药物 两种都很重要 但是第一步看了外科医生 通常就是要谈到动手术 不管是局部手术还是全部切除 两种都在Honey Tone医院做 OK 所以两种手术都可以在医院里面完成 不管是要做四分之一的乳房切除 或是整个乳房切除 要当乳房切除就像刚刚您提到的 还要加上电疗才可以把这个效果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您提到的一个系统性的治疗 系统性治疗是包含药物的 药物方面又包含哪几种呢 药物有三种 一种是化疗 一种是这个标靶药 第三种就是抗荷蒙药 化疗跟标靶药都是打点滴的 第三种的抗荷蒙药 就是可以口服吃的 那这个口服吃的药通常要至少吃五年 然后最近他们现在建议是要可能要吃增加到十年 OK 这些 避免复发的原因吗 对 所以系统性治疗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扩散 避免扩散 所以其实标靶性的治疗 包含在系统性的治疗里面 当然还有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第一步 就是有可能要做切除跟电疗 然后再做系统性的治疗 两个结合之后下一步又是什么 沈亿士 做完手术 做完可能要做化疗 或者做电疗 然后最后就是变成就是抗护者了 在美国有290万的乳癌抗护者 所以我们大部分乳癌 尤其早期发现都能够治好 第一期 第一期的乳癌 存活率接近100% OK 那抗护者但是问题就是说 经过了治疗 或者继续吃抗荷蒙的药物的话 他们会有这些症状 所以在Honeyton医院我们会也要照顾我们的康复者 我们用不同的办法 用针灸或者按摩 按摩 或者然后呢要是要做化疗的话 他们可能需要剪头发 剃头发 配假发 这些都是我们在在我们的Honeyton康复者的中心 把他们照顾 OK 所以Honeyton医院的康复者中心呢 其实有帮到很多乳癌的康复者 它里面有包含了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有针灸 然后还有就是有做假发的这样的服务 当然还有一个饮食的治疗师 可以告诉这些所有的乳癌康复者 在康复了之后 虽然有药物的影响 可以控制这个复发的几率 可是饮食方面还是要非常注意的 感谢观看